Hi, 歡迎回來一千萬八的頻道 嚴選配件系列都有一段時間沒有出新片 對訂閱和產品供應商都有貼不好意思 你們寄給我評測的產品,我全部都會試過 有好和不好的地方我都會說 如果是好東西的話,就一定會介紹給大家 嚴選配件系列來到第35集 在之前的34集,已經介紹了總共88組的配件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上面或下面的Description 看 今次介紹的產品,所有車主都很適合用 無論是電動車或傳統油車都可以 不過電動車車主就會適合用一些 借車胎充氣泵 之前你駕電動車的時候,要打胎氣 當然是入油站,又不用錢 不過轉了駕駛電動車之後 駕車入油站,硬看好像有點尷尬 你說沒有人在泵就說,如果泵泵一下 有個傳統油車過來排隊又怎樣呢? 是不是要讓它先呢? 所以我駕駛電動車的時候 第一批買的配件就包括車胎電泵 這次收到Jofa 電泵的時候,其實我有點擔心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對產品都有要求 過去三年,我自己都已經換過三個不同的電泵 今次Jofa 的產品又過不過到我這一關呢? 這個影片會有開箱、實試 以及我之前還用得的兩部電泵來做比對 還有試試在HKTV Mall現在可以買到的電泵 在資料上做個比較 最後如果有興趣的話,都會有個購買方法 以及一個優惠碼 因為有一陣子沒有出配件片 在這段時間,多謝大家的支持 一千爸爸這個頻道多了很多新的subscribers 所以我都簡單介紹一下 我會用我自己的Tesla Model 3 Long Range 版來做示範 今次的電泵其實是適合所有的車種 另外,Jofa 這個牌子 如果是Tesla 車主就一定不會陌生 我也有出過很多評測片是有關它們的產品 品質一直都很好 而且有很多產品到現在我都一直在用 它們大部份的產品都有2-4年的保養 Jofa 在Tesla 配件這個範疇就做得很好 它們近期都開始擴展到其他不同的車款配件 好,我們開始開箱 一看到包裝盒就知道是Jofa 的產品 簡單而且清楚的設計 這個Boom 還會送上氣嘴帽 我當初以為是普通東西 想不到都有驚喜,有設計細節 我們跟著會說 包裝的後面就列出這個Boom 的產品特色 例如預設器壓、自動關機、LED燈 強大Boom 力、支持快充 精準的測量 以及有個漂亮的收納盒 跟其他大部份Jofa 產品一樣 有兩年的保養 可以見到它們對自己產品品質的信心 打開盒 有一樣東西就會見到氣嘴帽 好,白色的包裝盒 我稍後才會介紹 下面這個就是電泵專用的收納盒 很好看,非常精緻 盒面有個Jofa 微微凸出來的Logo 上面有個手抽 有一條拉鏈圍著 拉開拉鏈就會見到裡面分隔鮮明 下面就是電泵 上面有個網面的設計 可以收起所有配件在這裡 一樣都有拉鏈 這樣配件不會滑來滑去 一打開盒就會掉出來 看看電泵線 握上手的感覺很實正 很好握 是一個六角的柱體 這裡有個很大的顯示屏 下面有Jofa 的 Logo 再下面有五顆鍵 這頂的設計都會見到一些木紋的處理 可以說是Jofa 產品的設計特色 這裡有個出氣位 LED燈 以及 Type-C 的充電位 底部有些開氣位 以及在四角角有些軟膠 我之前幾部的電泵都沒有 作用是在用的時候 不會說震震走了位 又不會說會撞擊路面 弄回泵 也可以減少震動時發出的聲音 除了這一面之外 在機底同樣有這些軟膠 看看這個Label 它的電泵最高可以去到150psi 或者10.3個bar 電池比較現時市面的其他電泵 有明顯的優勢 容量有22個瓦時 支持快充 最高去到60W 我們稍後評測試一下 看看有什麼配件 有本中英文的說明書 其實不同品牌的電泵操作大同小異 可以看這個影片當成價格也可以 接著有不同的氣墟 可以用來泵車灘以外的東西 例如籃球、足球 還有USB Type-C 線 最後就是泵車灘用的氣管 橙色那邊要拎到機器 另外這邊就是氣閥式的氣墟 我最早的一代小米電泵是拎的 泵後拿出來時還會走氣很麻煩 新款的電泵全部都會用這種氣閥式的設計 方便很多 再看氣墟模 細小盒 後面的產品特色是防漏氣 內容和容易安裝 打開個盒 就會見到四顆六角形的氣墟模 又是六角形 似乎是今次這個產品的設計中軸 每一顆都很重手 金屬製造 看回資料 是用Sync Alloy 和Sync 合金來製造 特點是內複蝕和內磨損 舞面有一個ZOVA Logo 看回底部 見到有多層的結構 另外最深裏面 隱約見到有一塊紅色的膠 現在明白了 即是當個帽子在拎的時候 就可以壓住氣口 減少漏氣的情況 不錯 來到實試 顯示屏有層保護膜 先撕掉它 我每次撕出這些都會有一種治癒感 簡單說下方的五顆鍵 中間六角形最大的顆 長按三秒是開關 短按是開始和停止泵氣 左上的M 鍵是選擇不同模式 長按可以選擇不同的顯示單位 PSI 又或者bar 左下是燈鍵 短按是開關 長按3秒是SOS模式 右面這兩顆鍵就是加減 去調整那個泵氣目標氣壓 長按中間的顆鍵3秒鐘就開機 見到開始預設的就是車胎模式 下面的數字是目標壓力 預設是42的PSI 說明是現時偵測到的壓力 長按的M 可以轉換顯示單位 我自己就喜歡PSI 多些 每部車建議的胎壓都不同 打開司機門旁邊 通常都會有一張貼紙 寫著廠方建議的胎壓 當然自己可以再做調整 例如說想一部車舒服點就打軟點 又或者想省電點就可以打硬點 我自己就會跟回廠方的建議 除了有張貼紙之外 如果是Tesla 的車 都可以在中控上看建議的胎壓 再說多一點 胎壓其實跟溫度有直接關係 每當溫度跌6度的時候 就會跌1個PSI 所以在溫度突然凍那幾天 會容易見到有個胎壓警示燈 又或者早上開車時會見到胎壓低一點 走上了沒有車 胎壓又會升高 說回Jofa 的電崩 開機預設模式是汽車車胎 按一下就會去到電單車 接著就是單車 再按多是球類 最後是自由模式 那麼多種模式其實的方便 都是調整氣壓的上下限 可以參考說明書 又或者看它們的網上版本也有說 按上下鍵去調整理想的目標壓力 接著按中間的鍵一下就開始放氣 那麼多次就會停 燈鍵就按一下開 按一下關 中間這裡是電量 現在就只剩一格 代表有0-25%的電 長按中間的鍵3秒就會關機 現在我們就試試充電 看看有多少功率 看到有56W 都很不錯 是我用過這麼多電崩最快的一步 我起8.50分開始由一格電 差到9.16分已經有4格 半個小時都不用 我自己就很滿意了 接著實試 首先就拎開氣嘴帽 TESA 原裝那個是一個很普通的膠蓋 圓形細細粒慢慢拎出來 我的建議是不要放在電子上 先代好它 很容易滾走不見了 在Jofa 電崩中間6個型的鍵 長按3秒鐘開機 預設已經是車胎模式 42 PSI 和我部車原廠建議的數值一樣 可以按加減去調整目標氣壓 接著氣罰在打直的情況下 推進去 就會聽到一些氣聲 再啪一個按鈕 這樣就鎖實了 不會再聽到氣聲 在一個電崩中 都會見到它偵測到的胎壓 它可以顯示小數點後一個位 不要想著是小事 我之前一代小米電崩 它沒有小數位 只有整數 在崩的時候 是聽到很大的崩聲 不過見到數字 成分鐘都不動 你都不知道它真的崩得慢 還是有其他問題 接著我試過在淘寶買過另一個電崩 它一樣有小數 不過就是每0.5 這樣加 最新的才是0.1 這樣上 一會兒的評測 我們都會清楚見到 好了開始崩了 都挺大聲的 所有這種設計的手提電崩 聲音大小其實都是差不多 顯示屏上見到氣壓是每0.1 這樣上 Jofa 這個電崩 已經有些膠條在這裡 都見到有些震 其他電崩沒有的話 跳得會很厲害 而且底部一定會立刻花光 不用太久弄到42psi的目標氣壓 它會自己停止了泵 要拿出來很簡單 將氣墳拍直 再拉出來就可以 輕輕鬆鬆 又不怕會漏氣 這個時候去安裝新的氣墊模 現在這樣看就清楚一點 它裏面中間有一塊紅色的膠 而且比原裝細小顆的膠角 大顆很多 而且因為它是六角形 領上去很舒服 很有質感 裝了之後就是這樣 接著就幫其他三條胎 有時候氣墊位在上面 當然我們可以開前一點去走回它 我亦有一個電崩是有加長的氣管 不過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調管太長 崩氣的時候如果屈住的話 是會影響那個崩氣效能 如果要加長 中間就有一個接駁位 多了一個步驟 又要領實它 冬天乾燥的時候 這樣領手指頭有時都會擦損 因為Jofa 電崩這個就夠力 就算拿著來崩 不用太久就可以崩眠了 這個測試會將輪胎放到36PSI 再砰回到42PSI 看看需要用多久時間 我會用手上自己的氣砰來做比較 第一個是我嚴選配件第一集 都有介紹的一代小米電砰 很有紀念價值 不過我不會用它來做測試 因為我用了半年左右 發覺膠管已經有裂痕 砰的時候感覺到有流氣 一個聲音又砰不到 拎出來的時候還要流多了氣 提一提 小米新一代的電砰已經改了不是拎 又是用PART那款的 第二個是我塗回來 特地選一隻氣咀是PART款的 顯示有少數位 以及條管有加強保護 不過這隻雖然有少數點 但也只會0.5的加上去 有時數不動也不知道是否在砰 第三個一樣都是塗回來的 有少數顯示 以及每0.1的加 它還有加強管 以及有雙剛設計 標榜說排量大 可以衝快一點 未收到Jofa 電砰之前 這個是我日常用的電砰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我們一會兒就看看結果 第四個就是今次評測的主角 Jofa 電砰 同樣都是放胎氣 落到36PSI 再砰到42PSI 好了,我們等一會看看結果 看到的結果 看到的結果了,其實都很明顯 比我現在用的 塗回來的所謂雙剛設計的電砰 差不多快成倍 Jofa 電砰不好 我試試上HKTV Mall 查一下現在有得賣其他牌子的電砰 找了四部的規格來做比較 大部份都是做到同樣的輸出 去到150PSI 我估計它們可能都在用同樣的電機 不過全部的電池容量都沒有Jofa 那麼大 最緊要是全部都不支持快充 我自己覺得這個也挺重要 我沒有慣常Bombtine的習慣 通常見到有胎壓警示出來了 我才會去打氣 大約兩三個月一次 到時才拿個電砰出來用 我之前幾個電砰一來沒有快充 充電要成兩三個小時才充滿 二來有些舊的 我要拿回家去找些舊的充電才充到 今次Jofa 的電砰支持到快充 剛才的測試見到我用了半個小時 就已經由一格充到四格 即是說如果我開車的時候 我見到有胎壓警示 大約開一程車的時間 就已經有足夠時間去充 方便很多 看回我在網上找到的資料 其實在充電功率 電池容量 充氣流量 Jofa 的電砰都是完勝 如果想一步到位的話 我絕對會推介Jofa 電砰 做完一個評測 我會將Jofa 的電砰留在我的車頭箱 做我日常用的電砰 旁邊這盒先賣個關子 它是我下次會介紹的產品 如果有興趣想買Jofa 的電砰 已經將個購買連結放在 description 上 又或者可以scan這個 QR Code 記得埋單前輸入 1000PAPA 會有5%的折扣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又想繼續支持1000PAPA Channel 記得CLS Comment、Like & Share 留言、點讚和分享 記得還要按一下小鈴鐺 有新片發布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到了 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谢谢大家